有時我也覺得有些事情很難理解 一個人的念頭一轉了之後 真的可以變得這麼快 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他們可以理會你們行不行 行 真的行 你們有沒有試過 用心去想將自己的煩惱 或者是痛苦改過呢? 行不行 行不行 如果你們說得這麼大聲 應該是你們上來說的 這些掌聲十分 三十分 六十分 八十分 我們無論怎樣經歷都好 我們都是會重複我們之前做的事 總是到適當的時候 有人提一提 有人點一點 有人拉一拉 又會好些 原來我們很多東西 可以是身不由己 但是又完全可以操控在我們手上 就好像我每一次的講座 我很感恩 這麼多位拍師 我這麼多位好的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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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這個情字真是害人慘了 我們每一個人 不多不多 都曾經身受其苦 有無辦法知道 為何我們人生會這麼苦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嗎? 釋迦牟尼佛 在2000多年前 也跟我們說 人生是很苦的 不過在享受的時候 你不覺得是苦 他不单止告诉我们人生是苦 他还教了我们解决苦 消除苦的方法 想不想知道 情绪管理是什么人格 外在的人格和内在一个人格 其实是两个人 他未必想不好的 他未必想恶的 未必想那件事是这样的 未必想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但是那一分钟他真的没有办法 一个内在的他和一个外在的他 在那一分钟的关系 大家融合不了 就出现两个不同的人 表现出来的症状 反应就不一样 所以如果我们要找我们苦烦恼的原因 我们必须要在痛苦那里找 苦责灭道 苦是结果 责才是原因 苦是结果 为什么先跟我们先说苦 然后先说原因 就因为我们的情商很低 情绪管理太低 智商太低 根气太散 如果先跟你说原因 听不听啊 你猜我们 你应该试过的 天气冷了 你叫你的儿子穿上衣服 穿不穿啊 师傅 不是我的儿子 我也不穿 你这样打几乎 你会不合格的 不要打 听不听啊 听不听 所以必须要苦果 现出来之后 现出来之后 他知悉了 真的病了 病了之后 爸爸妈妈问你 背哪里不舒服啊 头疼 头疼 头疼痛 这个就是苦了 好了 再跟着 说了你呢 叫你穿衣服你不穿了 叫你穿衣服你不穿了 这个就是乘了 明白吗 这个就是乘了 原因了 好了 知道了要穿衣了 知道了要 要吃药了 去看医生了 去看医生 你愿意去看医生 这个就是灭了 明白吗 你开始走出 你想好的一步了 又或者 你跟别人说 我前一段时间 因为感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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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好了医生 你看了医生 这个又是灭了 一个表示 你愿意解决你苦的方法 态度 另一个就是 你已经好了 所以这个灭 有两种双层的意义在这里 可以是开始 也可以是结果 每个人都经历过 今晚之后 你那张飞就会作废了 明白吗 你当日你赶回来 你想尽办法 扑回来你那张飞 没用了 这个就已经是灭了 很多烦恼 很多痛苦 加入了我们 很多想法之后 你想把它离开 没办法离开 但是当那个事实 现了出来之后 我们又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又没有办法接受呢